寶寶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其實寶寶會比寶寶手語 就是小朋友雖然不會講話 可是其實現在的很多的教育 會讓不會講話的小朋友 去學習寶寶手語 所以雖然他不會對話 可是他可以讓你知道說他要什麼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譬如說 看得懂 因為他們是很簡單的東西 譬如說 這個是饅頭 真的假的 知道他如果要吃黑糖麥克風 那個太難了 饅頭 然後沒有了 他會沒有了 然後譬如說還要 還要這種 所以這個是很神奇 就是只有真的有帶小朋友的人 才會知道其實小朋友 是可以這樣子跟父母親溝通 你有他用包包嗎 你可以不要這麼標準 因為說跟你根本不懂他 他最喜歡比哪一個之類的 沒有 他基本上我們會吃的東西 或是就是類似這些 或者是你可能抱著他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說 因為也是有一天我突然問他說 欸庫比你要去哪邊 就是我抱著他指這樣 然後他就指 那邊 然後我就開始知道 原來他要去哪邊他都會指 然後想要去看風景什麼 然後他就會講 其實是很有趣的 下個月會去過父親節 下個月是父親節嗎 八月會去哪 八月會去哪 對 你知道後來我發現 其實這個 有點不公平 但是你看全世界的母親節 是同一天 對 但是全世界的父親節 可能是不同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爸爸跟媽媽比起來 的確是 我說大部分 可能大部分的確是 就是媽媽是很偉大這樣子 對 所以會吃醋在庫比心中 就是爸爸跟媽媽的分量之類的地方嗎 不會 因為其實庫比非常喜歡爸爸 哈哈哈哈 怎麼樣的行為 讓你覺得他比較喜歡爸爸 可能是 可能是因為他每次大哭都是因為我 對啊 就是他很 我覺得他好像滿在意我的表情跟感受 比如說他第一次剪頭髮 因為其實我一直很想要 我兒子是那種可以留長頭髮的小朋友這樣子 可是因為小朋友就是不好整理頭髮 還要吹風機什麼的 然後他們也不太適合用吹風機 因為他很熱 然後他第一次剪頭髮 然後我工作回家看到他剪頭髮的時候 我就露出 不小心露出一個 蛤 失望的表情 他瞬間就爆哭 然後是他出生至今第一次爆哭 所以我就嚇到了 對啊 就類似這種 那種跟他講話方式會比較 不會這麼的 沒有他是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 比較敏感的人吧 像爸爸 有點像我 很敏感 對 要瘦啊 是因為這工作太辛苦了 對 這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正在忙這個 就是 還不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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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不能講 好 那就多了 不好意思 什麼時候可以講 快了快了 再幾個月吧 再幾個月 嗯